廖俊松12月19號押的日期 遞給誰 遞給鄭市長 說市長 我們要爭取把它納入國家重大建設 槓上法務部長鄭明謙 立委黃國昌追打海棋會前董事長鄭文燦 在桃園市長任內 利用華雅科技園區土地開發案 收賄500萬元 指控接押中的財作集團前顧問廖俊松 行會鄭文燦後 早上總統府上達天廳 竟然以桃園市市長之資 自己親自主持會議 從最大地主的協調 一直到要幫他們變更地幕 竟然還提報為國家重大的建設 行會的人還跑到總統府 絕對不是鄭文燦一個人 就可以獨立完成的 從民國102年 當時送到內政部都委會的時候 我查閱了所有的會議紀錄 從來沒有同意過 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共識過 強調華雅科案 從2013年送到內政部後 從來沒有共識 況且當年桃園縣長還是國民黨籍的吳智陽 但黃國昌緊咬還秀出總統府便監 直至2017年9月 鄭文燦收受廖俊松500萬元匯款後 同年7月主持會議為土刊案找出路 隨即在2019年提出變更計畫書 將農地納入變更範圍 一路開綠燈 被點名的行政院回嗆刻意影射 看文說故事 我所說的全部都是事實 他們不敢否認 所以他們只能用抽象空洞的形容詞 完全不敢正面回答問題 面對黃國昌連連看 總統府與行政院都嚴正反駁 強調若有違法施政 歡迎各界提出證據 交由司法嚴重